另外一鼓一彈 戴上帥 公開現身演練 幾乎都是反挾持為主 國內特勤部隊各個練就 一生無異 不過面對恐怖分子 新型態的孤狼是攻擊 不管是夜鷹 梁山 還是黑衣部隊防得了嗎 還有想定的設計 我們也一直在逐日更新 與時俱進 我們當然會汲取其他的優點 我們會吸收 會針對各種類型 可能發生的這個狀況 我們會吸收 會交流 如何知己知彼 國防部坦言會繼續向國外取經 為了整合國內資源 分享國際最新反恐經驗 行政院早就下令 籌建國家反恐中心 不過卻遲遲沒有完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拍的話 以前要通知我們的夜駐 一看到媒體立刻上前關切 台灣都已經被IS點名 但國家反恐中心基地 還在趕工當中 會在桃園新屋的反恐中心 原本預計去年7月就該完工 但是城堡商蓋了一半就落袍 導致這邊一度成為當地居民 口中的鬼屋 佔地29公頃的反恐中心 警政署2011年赤資5.5億興建 應重新招標 攻城延島 恐怕最快得等到明年9月才能完工 政府反恐硬挺慢半拍 但為了防範爆裂物攻擊 台鐵先行一步將垃圾桶換為仿效國外的 反恐垃圾桶 裡頭是什麼一目了然 縮小投擲孔面積還上了鎖 這樣的不鏽鋼材質 反恐垃圾桶一個要價2萬4 比一般外頭常見的垃圾桶貴了1.4倍 反恐總動員政府跟民間動起來 不讓IS對台灣有機可乘 在臨上一方特別報導